校園經典爭霸戰 歡迎大家 一起啦 出發 歡迎大家來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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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經典爭霸戰 出發 歡迎大家來挑戰 我放槍了不好意思 有到我們最新的單元啦 百戰百勝 耶 百戰百勝沒有人知道了 我們最新的單元 校園經典爭霸戰 你是說那個 沒有什麼點閱的 校園經典爭霸戰嗎 目前還沒有什麼點閱 以後會有點閱 但是 對 你都這樣騙自己 我跟你講 我也這樣騙自己 你也這樣騙自己是不是 所以今天我們來到 欸幹 蘇哥還沒講完啊 歐幹劇剪掉 校園經典爭霸戰 有第二句喔 有啦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大家在留言區幫我講出來 好 那我們就歡迎今天的 那個青大挑戰者 青大挑戰者 青大挑戰者 還有青大挑戰者有自帶model 我們到中間了 大家好 怎麼稱呼 Penson到中間 我是浩貞 這是我的model 叫栗珊 現在還在青大念書 對我現在是研究所二年級的學生 那就今年即將畢業 那平常就是攝影是我興趣 你要問一些大家想要知道的問題 那你是念什麼 我是念材料系的 大家是想知道這個 沒有想要知道這個 等一下 我們換個位置 又要換位置 每次都要換位置 這是我高中的好朋友 栗珊 那是跟小偉一樣 是頭份人 唉呀 真的是 唉呀 太多 太多了 我們頭份人就是比較熱情 你也可以抱我 你也可以抱我 來 太多了 好那我們就開始吧 OK 先介紹一下你今天用的器材是什麼 我現在就比較簡陋一點就是 Sony的6400 然後搭配是1670的鏡頭 我自己是還有準備一台GR 這是隨身的GR2 我今天 我今天是帶GR3X 哇 你今天用GR3X啊 因為我今天有帶套筒 我今天就用兩個膠段 然後一個就是它原生的40 一個就是套筒上去之後的60 哇 好吧 OK 那我們就走了 GO 現在第一個景點就是我們那個 的清大圖書館 這邊主要就是有六層樓 那在外面這裡有一個清水膜 就是大家拍畢業找一個好的去處這樣 那樓梯我覺得這個景也是非常不錯 又是樓梯 又是樓梯 怎麼又是樓梯啊 但是樓梯就是非常棒 清大不是叫樓梯啦 那你等一下就不要說拍樓梯 對 好啦 那你就開始拍啦 好 好 聽 然後回頭看可以看 哎呦你看 我覺得我們客家人的笑容就是甜美 對 特別有那個勤儉的味道 在網上面這位置 好 等一下 1 2 3 把手告在右邊這裡 好 結束 那我們就開始 然後這邊的話 因為那個今天的光線沒有很好 所以呢我覺得好像還是靠這邊會好一點 因為我剛稍微看了一下 現在光線就要從這邊進來 然後可以從這個清水膜的邊緣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光線漸層是從窗戶這邊這樣一路過來的 那另外一側比較沒有光線 所以我可能還是會以這邊稍微先拍幾張 因為這邊空間可能就比較瘦掀一點點 那一側你幫我先幫我坐在地上好不好 GR的看容度也比較沒有那麼高 所以我們可以稍微運用一下 因為我覺得它地板的顏色跟清水膜 其實放在一起其實蠻搭的 然後呢這個地方如果用套筒就太望遠了 所以我就把它套筒拆掉用40來看 那一側幫我看你的右邊肩膀 對 那看右邊肩膀的話 你幫我看高一點 這樣就可以讓那個光線剛好照到它臉上 然後你就可以得到一個正面比較清楚的畫面 然後呢我再換個角度 如果model不動的話 第三人就幫我看前方就好 對 然後這邊可以用一點點利用它臉部的 剪影的輪廓 然後可以拍一點點帶到後面窗戶的感覺 那它的臉靠近我這一側可能還是偏剪影的 可是呢 因為外面那邊有高光進來 然後稍微利用那個清水膜的邊緣 然後做一點點畫面構圖上面的變化 還是可以拍出一些比較有趣的畫面 你知道三分熟的牛排跟五分熟的牛排 見面會說什麼嗎 不知道 他們不會說什麼 因為他們不會講話 因為他們不熟 因為他們本來就不會講話 因為他們本來就不會講話 我覺得還蠻好笑的耶 好那我問你 你知道哈利波特住在哪裡嗎 不知道 住在燈泡裡面 為什麼 因為它是巫師啊 巫師 哪一個哪一個哪一個 選哪一個 好謝謝 沒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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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裡是教育館的側邊 那它有一個就是藍色扶手的樓梯 我覺得在陽光比較強烈的時候是比較好的 但今天好像被關起來了 所以我 平常應該是關起來的 平常是開著 平常是開著 但我不太確定可能天氣關係 所以被關起來了 這樣 對 Person你可以試試看熱情一點嗎 熱情一點 熱情一點嗎 可以加個耶 耶 耶 這裡是一個很棒的樓梯 耶 我們這是我們的第一人點 耶我們現在來到 第二人點 耶 第三人點 喔耶 耶 各位我們現在來到 可是我們還是可以去那個 室內 因為它是有自然光的 所以我們可以去看看 裡面有沒有什麼特別的 走 走 好老師換你了 幫我蹲在前面 幫我側蹲 你這樣子掛閃光燈這樣子 你根本沒有在管這個場地的 不是 不是 我們 你知道嗎 對 放我一張 看一下 酷喔 再一張 很好看耶 馬上放棄裡面 我想要你幫我蹲在樓梯上 好你幫我右手插到左手下面 對 就是稍微 對對對 再放鬆一點 然後看我這邊一張 好可以很好非常好 耶 差不多吧 差不多了時間也結束了 可以可以 來 麗莎 麗莎 來來來來 那個我叫麗山 山湖的山 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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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到第三個景點 那這旁邊是 我們一個叫昆明湖的小湖 那我們就可以從湖邊的不同角度去拍 以及在那個樹林裡面的感覺 好 OK GO OK OK 那我們往回走 然後你幫我面你的左邊 對然後你往左邊走一點點 喔 對 好那你幫我蹲下來 很好 有沒有 這個點很好 可以吧 有喔 你幫我看一下左上方 對很好 遇到松山柏 基本上就是把人放在松山柏裡面 就沒有問題 松樹山樹柏樹 你幫我看右肩膀 你只要遇到松山柏 這個教學有點硬核啊 會認吧 大家會認吧 誰會認啊 我們提到松山柏的話 它是所謂的裸子植物 那裸子植物 算是演化上比較出席的植物 那為什麼叫裸子呢 因為它沒有果實的包覆 譬如我想 不少我們一看那些松柏 它是沒有一個果實的 那種就是它把種子放在上面 都叫裸子植物 那裸子植物的特色 就是在台灣你可以看到很多都是這種 那葉片是比較增重的 那像這樣子的植物啊 它其實很多種葉片裡面還有發量油脂 所以如果你今天在野外要燒東西的話 那你就可以就是找乾燥的這些 你剛剛是不是把鏡頭移走了 第四個景點 YA 好 你不要逼人家 你不要逼人家 我沒有逼他 你就在逼人家 那我們來到清大的游泳池旁邊 游泳池旁邊就有一些草坪啊 跟兩旁的行道樹 那還有後面我們的棒球場跟操場的地方 我覺得從那個光線過來 就還蠻有FU的 好 那你手可以放在就是你剛剛撥 撥 對對對 好 等我一下喔 1 2 3 YA GO 那我們就繼續往上走 好 欸像如果在 問他問他問他 對問他 等一下讓老師先拍吧 不要沒有沒有沒有要讓老師先拍 你就問他 喔真的嗎 真的你就問他 欸到時候老師 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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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那個活動紀錄的場景 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嗎 有啊就是你要實時觀察場上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譬如說像現在我在拍照的時候 那如果你是在紀錄活動而不是在拍人像的時候 你覺得你要帶入什麼東西呢 就是我嘛 我在拍他然後他在背拍 還有這些就是旁邊在紀錄的人 那你也許可以試著用廣角 站近一點然後有點張力的感覺 然後把這些動作都包含進去 也可以用望遠 站遠一點 然後有點旁觀的感覺去看這樣的東西 哇 阿神我覺得你問的問題喔 不夠大 不夠大 我示範一下 我示範一下 老師 那85開根號乘以6 再除以2的平方這樣多少 47 屁啊最好啦 這個問題也不太夠大 你幫我看左邊遠方 很好很好 很好 掉那個 不會吧太棒了 需要掉了 一定要掉吧 我就期待這一趴 對 好你幫我量手啦 幫我量手啦 很好你往前倒 對很好 很好很好 好 好 OK 好 結束喔 好 好 好 謝謝 好啦 我們就先謝謝那個 阿神帶我們逛了清大的幾個地方 我覺得今天很酷耶 因為我其實來過清大拍照蠻多次的 但今天走的地方我都沒去過 而且我覺得今天很可惜 因為今天光線沒有很好 不然包含第二個室內那個什麼 教育館 教育館裡面 我覺得如果頂光很長的話 中午來應該會很猛 我覺得如果你今天也是清大的學生 然後呢如果你覺得 欸今天還沒看過清大的經典的話呢 之後也可以再報名 我覺得清大也可以是可以再做下一集的 因為我覺得清大真的蠻大的 因為我覺得清大真的蠻大的 人不快一點真的超多 那如果你是其他學校 然後呢你也想要我們來 你們學校拍這個節目的話呢 可以再注意我們的IG 我們定時都會放出一些詢問 總之就這樣 這是我們的教員經典生發展 OK我們下一次影片再見 拜拜 如果今天有一個男生 他會攝影的話 他會攝影的話 有沒有加分 有啊 有 耶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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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